第十一章 奥罗菲乃向他说,女人,放心,不要害怕, 因为凡愿意服侍全世界之黄牙布高的,我没有加害过。 现在,你那住在山地的人民,若没有轻视我,我也不会举起我的光谋攻击他们,这是他们自作自受。 现在,你告诉我,为什么你逃开他们,来到这里,你来若是为救你自己,你可放心,今夜以及将来,你必获得生存。 因为没有人家害你,反要优待你,如同优待我主拿布高皇的神仆一样。 有帝德回答说,愿你听取你奴婢的话,恩准你婢女在你面前说话,我今夜决不向我主说一句方话。 你若信从了你婢女的话,天主必借着你顺利完成你的事业,我主的计划,必不至于失败。 全世界之王牙布高万岁,他的德能万岁,他打发你来,是为谋众生的福利,你不但叫人都服侍他,也叫野兽,加速和空中的飞鸟,都借着你的威权,因服侍拿布高及他的全家而生存。 我们早听说你的智慧和红材大略,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举世无伤,能干多谋,战略如神的人。 阿希若已在你会以直上说的话,我们已听到了,因为拜特里雅人救了他,他就将自己在你面前说的话,都告诉了我们。 所以主说,不要忽视他的话,反应把那些话记在心里,因为都是真情实话,除非我们的民族犯罪得罪了自己的天主,是不会受罚的都见也无能为力。 但何时行了月鬼的事,就激起自己天主发怒,现在可考,他们又犯了罪,丧亡必要临头,所以我主不知谋事不成,出师不利。 自从他们缺少食粮,饮水不敷以来,就决意要宰杀生畜,凡天主用法律禁止吃的一切,他们也决定要吃。 连那些足性过的,为吸在耶路撒冷于我们天主面前公积的施制所保留下的初属墨子,和十分之一的酒油,也决意要动用,这些东西,平民连手足摸,也事不许的。 他们以打法使者到耶路撒冷去,因为那里的居民也作了同样的事,要他们向长老院要求豁免。 他们一得到答复,就必实行,就在同一天内,他们必落在你手里,而沦于滅亡。 因此,你的婢女,我一知道这一切,就暗暗离开了他们,天主打法我来,好与你完成这件全世界一听到,无不惊奇的事。 你的婢女,愿是敬畏天主的人,日夜都要服侍天上的大主,我主,如今我愿住在你这里,但是夜间,你的婢女却要出去,到山谷中去祈求天主, 什么时候他们做出了犯罪的事,他必会告诉我。 然后我来通知你,你便率领大军出发,他们没有一个敢抵抗你的。 那时,我要领你娶到犹太,直取耶路撒冷,在那里建立你的宝座,你率领他们如无目之羊,连久也不敢向你将口吠叫,这些事,我已先知,早已说给我,通知我了,故此寿命前来,转告给你。 他的话,使奥罗非乃和他的众伯从狠是喜悦,都惊吓他的智慧说,大地两极间,再没有一个容貌如此美丽,出然如此明智的女人。 奥罗非乃对他说,天主在这个民族已先打发你来,使胜利属于我君,使灭亡归于轻视我主的人,实在做得好。 现在,你的容貌既如此美丽,说话又如此终衡,如果你按照你所说的去行,那么你的天主将是我的天主,你将住在那部高皇的宫殿里,成为全世界上出名的人物。 阿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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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兵 阿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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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